今天我們要去澎湖囉 現在我們要搭捷運去小港機場 汽車進站囉 準備出發咯 早上的捷運很多人耶 小港機場到了唷 進去吧 要爆到了 456 1跟4才有 不知道 我們現在要搭飛機啦 去哪裡 回頭 好奇小一個很想要看窗外 看到這片海就知道澎湖到了 我們準備要降落囉 第一個景點我們來到後寮的天堂路 看到我拿猙獰的表情 就知道這裡有多樂了 我的眼睛要偷拍 因為這裡又是白色的 喔我才已經故意進去 不對 哇 他還沒魔鬼 天啊我是龍樹 我的天啊 超美的這裡 超美的這裡 超美的山胡椒 就是霹哩啪啦難中 對啊 這天的海真的是超級無敵漂亮 它整個藍真的是非常清澈的藍 加上這個地板是珊瑚礁 還是不知道耶 反正就白白的很漂亮 很像在馬爾地府一樣 我們現在走在後寮的天堂路上 我們現在走在後寮的天堂路上 他為什麼會稱天堂路呢 因為他說他彎曲如海蛇一般 一路蜿蜒入海 所以就叫天堂路 終於來到中午的吃飯時間了 我們來到了白沙德通糧古樑 這附近有很多小吃 我們吃了海菜煎餅跟花枝丸 大家看到我的頭 算你這樣 真的很燙 離開通糧古樑後 再往前騎一點 就來到了澎湖的跨海大橋啦 那跨海大橋呢 是連接白沙香與西雨香的唯一通道 所以說這座橋是很重要的 在以前沒有這座橋的時候 居民都只能開船 才能去送東西啊 買東西 都很不方便 所以有了這座橋 不僅對觀光客很方便 可以去玩 也對居民有一個很重要的便利性 都幾月了啊 夏天到了 五月了 夏天要跟我們玩看 海老 不要再送你安見了 費花太多了 閉嘴閉嘴閉嘴 好啦 就這樣 空屋見啊 掰 這裡是西雨的最南端 山仙塔 有人在等著我拍它 因為我們下午還有山水沙灘的SUP行程 所以我們先回房間 順便帶大家來個room tour 這邊是我們的廁所 超級無敵大的 而且水還超大的喔 這邊還有天窗 但只有早上看得到 晚上就看不到了 然後真原剛剛沒有吃飽 他一直瘋狂的在吃海苔 先補充一下體力 那這邊是我們的房間 也是很大很溫馨 而且老闆也打掃得很乾淨 那一眼望出去呢 就是海了喔 超漂亮 現在是退潮 那SUP這一段呢 我就不贅述啊 因為我們就真的是很費 又只有在很近的地方滑 教練也不准我們出去 因為他說這樣子 他說浪很危險 所以就不讓我們出去 所以我們基本上都是在一個區域飄著而已 玩玩SUP 我們就回民宿啦 沿途 看到漂亮的晚霞 澎湖的第一天 就這樣結束囉